因演講引起軒然大波 已故導演齊柏林的兒子齊婷環 和苗栗縣長中東景在縣府後面 一開口他直接求情 還願事發經過10月11日 齊婷環在臉書發文 他到苗栗演講 承辦人誤傳 靠老爸餘飲就能吃一輩子 讓他一怒之下轉頭離開會場 16日縣長中東景 馬上在臉書認錯 一定是我做得不夠好 徐姓承辦人員請辭 教育處長自情處分 再隔一天雙方約在縣府碰面 齊婷環希望不要懲處任何人 自己也承認他有督導步驟 對你很抱歉 那因為他的年紀也 他快退休了 所以本來很多業務本來就這樣 我比較喜歡在他退休前 就先交吧 主持人陳文倩也在臉書發文 許多人難以體會 當時齊家的財務窘迫 齊柏林留下的債務高達6000萬左右 大多數是銀行抵押貸款 郭董也慷慨親自拿3000萬支票 到萬方齊家交給齊伯伯 對著齊伯伯表示 謝謝你將兒子獻給台灣 希望錢交給齊媽媽 不是小孩 新買第二顆原因是因為他畫質更好 穩定度更高之外 他可以拍到6K的畫質 那其實當時我們都很不諒解 我們覺得2015年 那時候YouTube上最高的畫質 應該是720吧 齊庭丸自嘲 此事件也算因禍得福 讓更多人可以認識自己 在那些吳俊賢苗栗報導